开始,那么最后呢,首先也是很荣幸大家参加 由志员举办的本次的这个课程 那么本次的这个课程呢,主要是讲试用期风险管理 那么所谓试用期的风险管理 那么在整个的任务流程当中还是很关键的一点 那么也就是说当员工入职的时候 如果在很短的时间内 发向员工不符合单位的这种招聘要求的话 可以及时怎么样 所以企业方可以及时止损 去跟员工去解除这种劳动关系 那么这个试用期 其实从我们实践当中 法律风险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 比较小 但是呢,并不是说企业在适用期没有问题 我们讲在适用期间出现问题的情况也是很多的 我在前年,前年我在杭州,杭州有个企业 那么这个向我咨询,就是说这企业呢,是一个盈利资源部门 一个盈利资源经理就问我说,哎呀,我们最近有一个案件 我部门有一个员工刚入职五天,结果呢,我们单位就把他给辞退了 辞退之后呢,这员工呢,就去仲裁,把我单位给告了 当时他说,这个员工本来是我们盈利资源部门的员工 我呢,作为盈利资源部门的经理,我是很被动 那么为什么这个员工刚上班五天就被辞退了呢 说这经理说,我也是没有办法 为什么,这员工啊,刚上班两天的时候 我说你去车间里头给我拿一个材料去 那么这员工说,我不去 为什么,那不是我的活 那么第三天的时候呢,这个做工资,做工资呢 这个可能到这个月底了,都比较忙 后来呢,这个经理说,你去帮帮他们算算工资 结果呢,这个专员说呢,我不去 为什么,那不是我的活 结果到第五天的时候呢 这个领导班子开会 那么总经理的秘书呢,歇班,没有在 然后呢,这个银子专总监说 你去帮忙做做会议纪要 然后他说,我不去 为什么,那不是我的活 后来呢,这个经理急了 什么都不是你的活 就把他给辞退了 所以之后呢,结果这员工呢 不服就把单位给告了 那么这HR经理呢,就问我 哎呀,王医生,你说最后一定是合法解除 还是非法解除呢 我们单位能不能告赢啊 那么我问他,我说你们有没有录用条件呢 他说没有 我对他有没有进考核呀 他说也没有 那我说很困难 我说很困难 所以说呢,现在像这种情况下 他说,哎呀,我如果这个官司打败诉了 我的单位就没法干了 我本来是负责严实工作的 管人的 而且是我部门的员工 结果呢,我辞退他 他把单位给告了 最后导致单位还败诉 那你说,我在单位以后怎么混呢 所以这种问题的话 在实践当中还是比较突出的 所以说现在的员工关系不像以前 以前招聘作为求职者 其实呢,难度很大 但现在呢,招聘来说的话 作为企业方这个招聘员工难度很大 现在应该是一种 这个 属于类似于卖房市场 同时呢 你辞退员工 以前二十年前 说完了 叫你走,你就走吧 对吧 基本上没有怨言 第一个是信息不对称 第二个来说的话呢 大家的维权意识也没有 不像现在 但是现在你辞退他 即便我刚才讲了 你工作五天你辞退他 你得说出来一个征担来 否则的话怎么样 他那就去告你 而且这种案件基本体会败诉 基本体也败诉 所以说呢 我们在适用期间 还是要进行一些规范 还是进行一些规范 好 那么这个 我本人呢 也是我们红文律事务所的主任律师 从事劳动法业务 也是做了15年 我做律师做了20年 但是劳动法业务已经做了15年 我是从06年开始做的 我们跟志员呢 也是合作了很多年了 其实最早的话 我跟志员的诉讼 应该是从06年 16年 16年 知识付费 当时我们做了96年维克 当时也是我们 我因为是律师界 包括整个知识付费界 最早的一门课程 当时就是我录了 全国也是超过了这个 几万人 去购买收听 好 那么这个适用期这一个点 还是挺关键的 还是很关键的 那么我们讲 作为员工来说的话 有三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就是入职 第二个环节就是 在劳动和流行期间的管理 第三个环节就是解除 就是解除 那么解除这个模块 还是很关键的 因为前边 可能没有纠纷 到最后解除的时候 会把前边的问题怎么样 带出来 带出来 那么解除 那么入职这个板块 特别是在适用期 我经常讲 如果企业 招聘员工之后 后来打官司了 那往往就验定 这个企业在招聘的时候 存在一定的隐患与瑕疵 把一个不该招的员工 招了进来 比如说 举个简单的例子 一个员工入职之后 半年没跟单位签合同 结果呢 单位呢就辞去他了 结果他把单位给告了 要求不坚定合同的双倍工资 结果单位在打官当中 一查这个员工 这员工在入职之前 这三四年 已经走过五家单位 那么这五家单位 每个单位离职 都会告那个企业 要求不签合同双倍工资 所以他这个单位呢 已经是第六家了 已经是第六家了 所以这种情况是什么 是职场碰瓷 我给举例 我给取个名字叫职场碰瓷 碰瓷 那么在招聘的环节 你要把控住 特别是在适用期的时候 你也要把控住 但是适用期 的风险在哪儿 适用期的风险在哪儿 适用期有没有风险 其实在我们实践当中 在适用期间 就员工入职 头俩月 投杀月 适用 这个适用期间 真正产生风险 真正产生争议的案例 其实挺少 其实很少 我记得前几年 在上海开会的时候 上海有个区域的仲裁员 我当时问他什么问题 我就问到那个适用期 我说你们审理 适用期的案子多不多 这仲裁员跟我讲 适用期的案子 我们审理的很少 但是一旦产生争议 打到了仲裁 基本企业百分之百败数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我总结它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适用期争议少 仲裁少 其实不能说适用期争议少 适用期为什么仲裁 就打官司少 就是因为员工的输送利益币 他刚干了两个月 干了三个月 单位把他辞退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员工如果告企业 他没有多少送利益 他干了十年 对吧 验定单位非法辞退 我可要单位二十个月的工资 那么如果干了两三个月来说的话 员工资质 企业辞退他 在适用期 即便验定非法辞退 那么员工最多要一个月工资 对吧 你因为一个月工资 你去告企业 对吧 作为员工来说 他不知道的 他没有送送利益在里头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验知 所谓验知的话 大家都会从表面理解 就是适用 适用的员工来说的话 哎呀 干的好 我继续干 干的不好 我走言 作为企业方呢 因为适用期就是双方适用 你好 你留下不好走言 其实这是误解 这是误解 为什么我刚才讲第二个问题 在适用期打官司 员工者一告企业 基本上那中央员讲的 百分之百败诉 为什么 因为适用期 他并不是字面所理解的 适用 法律的本意是适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 你且辞为他才能验定合法 那么这个录用条件怎么设定 然后适用期怎么考核 其实他程序 他的要求是很苛刻 很复杂的 所以其很少能做到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一般官司少 因为员工不知道 或者是送利益低 他不值当的大 但是如果一旦打起来这个官司 是适用期间的争议 那么往往企业会出于很不利的地位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们讲的适用期 这个概念 适用期这个概念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主要从几个方面 适用期三个方面 第一个适用期的约定 到底适用期是几个月 我们能不能扩大式的约定 不行的 第二个适用期的待遇 第三个适用期的解除 今天呢 主要从这三个方面 给大家论证一下 这个适用期 好 第一个 适用期到底几个月 有人说呢 三个月 有人说半年 有人说两个月 那么其实适用期 告诉大家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期限 并不是一个单独独立的期限 它是被包含于劳动合同之内的一个期限 应当是先有劳动合同 后有适用期 劳动合同的期限时间 跟适用期的期限时间 应当是一个时间 所以说呢 适用期的长短 是由于劳动合同的长短所决定的 那么应当先有劳动合同 后有适用期 那么比如说我们签订一年劳动合同 可以约定两个月适用期 如果我们签订三年劳动合同 可以约定怎么样 六个月适用期 所以说适用期长短 是被包含于劳动合同期间的一个期限 所以这种情况下 那么适用期是根据劳动合同的期限中 所以说呢 如果一年劳动合同 是两个月适用期 如果一年以下 比如我签订三个月劳动合同 不不签订六个月劳动合同 签订九个月劳动合同 适用期是一个月 签订一年 不足三年 适用期是两个月 如果三年以上呢 适用期可以六个月 即这个六个月劳动 六个月适用期 或者是签订五顾定期限合同 上来签订五顾定期限合同 适用期可以六个月 所以说呢 这个这个里头有一个点 就是说签订一年劳动合同 到底几个月 按照法律的原本是指的 如果你劳动三个月以上 不满一年 适用期是一个月 一年以上不满三年 适用期是两个月 那么很多企业呢 都签一年劳动合同 一个月适用期 其实是错误的 一年劳动合同 应当两个月适用期 那么这个文件在哪上呢 这个在劳动法里没有 在民法里头 民法典里头 有所有名字解释 在法律当中 以上以下是包括本处了 不满是不包括的 它是指三个月以上 不满一年是一个适用期 一年以上不满三年 是两个月适用期 所以说签订一年劳动 可以约定两个月的适用期 好 那么这次呢 我们这个期限 其实呢 在适用期一定 还有几个问题 就是比如说 最核心的一个问题 非全制劳动合同问题 所以啊 在昨天 我已经给大家讲了 关于工商当中 我也讲到一个 入工模型的问题 其实 非全制将来是在我们 整体劳动法当中 一个很有力的一个突破点 这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我们刚才有同学问 说我跟员工签订劳动合同 我们跟员工签订劳劳务协议 包括今年 包括今年两会期间 克阳总里讲 我们要对这些 灵活动工业园 有一定的保障 因为现在的话 灵活动工业园的话 有几千万元 包括什么滴滴啊 包括什么送卖卖的 上次我们有一个 是一个内蒙的一个 这个律师啊 我们劳动发表内蒙的 他问我了 他们最近接了一个活 接了一个给企业做服务 那企业是送快递的一家公司 那么送快递的一家公司 我们怎么进行入工模型设计 如果是劳动关系 那个企业就干不上了 像京东前几年 当时说 号称有五十万的快递小哥 那么这个公司一年赔四十个亿 后来呢 京东把他们变成自由职业者 然后转过来之后 这公司赚了五十个亿 你看 反正就变更了一个模式 差了将近一百个亿 这里头其实有重大的 这种商业机会在里头 我给深圳一家公司 我们有合同单位 他做这个飞泉制 一年的流水 在19年已经做到了十个亿 专门做飞泉制 他是一家严厉资源机构 所以说飞泉制 是介于劳动关系 跟非劳动关系的 其中一种过渡 过渡 那么他包括今天 在两个期间 课讲总理讲 我们国家总理讲 就是我们要保证 这些个灵活就业员 社保的问题 那么怎么保证 灵活就业员社保 那么如果按照无险 那不可能 对吧 灵活就业的话 就是都不上保险 但是呢 现在如果全不上保险 那么他们的这种权益 包括工商的权益 会保障 所以最省事的方式 只给他们交一个什么 工商钱 我们叫单工商 而单工商 按照我们现有法律体系 非权制是应该可以交的 非权制是可以交一个单工商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适用期 为什么要讲到 这个非权制 在适用期辞退员工 其实也是很困难的 不能轻易辞退 辞退之后 你将来就可能面临非法的问题 但是我们能不能采取 非权制适用的方式 以非权制方式 代替适用期 比如说管理职 好像差一点 比如你招一个办公室主任 这个的话很难 两三个都看不出来 但是你招一个车工 招一个钱工 对吧 那他干活 老师傅旁边一打眼 对吧 干半天活着 能看出来他干的怎么样 那么这样 像这种工种的话 好 我先招一个非权制 你每天就在我单位干半天 那么我一个月工资 但他好一个工资五千 我就给你全工资 你每天只干半天都可以 我们签令一个 非权制的入民协议 对吧 我两个月发你私工资 那么我就发你五千块钱 你干半天 旁边老师傅一打眼 说完了 有个三天五天 就看了他怎么样 对吧 如果干的好 马上转成全职入 如果干的不好 马上走人 那么非权制 是随时通知 随时走人 没有任何补偿 也不需要交五险 它是一种很灵活的 入工方式 所以说很多企业的话 我们一般建议企业 是以非权制的方式 去入工 是很好的解决了 非权制的 什么问题啊 就是 这个 这个 入工风险的问题 刚住职两天 刚住职两天怀孕了 这个怎么办 对吧 但是非权制是可以解除的 但是权制呢 我觉得后边讲啊 也可以解除 他的条件 他的程序 是很苛刻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在有些特定的工组 是可以以非权制的方式去代替 还有呢 就是试用期间的工商的问题 那么这个跟第五个问题 就是保险问题捆在一起的 试用期缴不缴缩保 试用期是应当缴缩保的 因为 保险呢 是跟着这个 劳动关系走 那么试用期的头一天 也就是劳动关系建立的头一天 那么只要劳动关系建立 双方就得有保险关系 那么如果在试用期间 不给员工交保险 那么就会 如果导致出现工商 或者是员工生病 那么这些所有的费用 都应当单位去承担 所以说试用期间 那么出现工商 应当按照我们劳动关系 工商处理 那么单位如果没有交社保 那么就要承担怎么样 工商的赔付责任 但是呢 很多企业说 哎呀那这种情况下 我没有 因为交完保险之后的话 可能两天他就走了 对吧 有保险的损失 同时办理相关手续 也很麻烦 那么这个呢 有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我们可以采取一些 商业保险代替 虽然说也是一种违规 但是起码出现问题了 单位是可以怎么样 单位是可以这个 这个减少一部分 减少一部分损失 但是这个是有法律风险的 这是有法律风险的 提前提醒大家一下 好 下面看一下 违法约定 适用期的后果是什么 那么也就是说 在按照我们前面讲 适用期几个月 然后那个劳动合同几年 适用期几个月 都法律规定的 如果你恶意的是怎么样 这个 违法约定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看来 这是劳动合同法 八十年代上规定 说得很清楚 中文单位 违反本法规定 与劳动者 约定适用期 由行政部门 责令怎么样 改正 然后 由容颜单位 以劳动者 适用期 工资为标准 按照一旅行 超过法定 约定适用期 一般我们讲 赔偿金 其实是两倍的 怎么样 工资 所以这点的话 一定要注意 注意 所以这个问题呢 就刚才我说 那个问题 如果你 你要想 这个 这个 把这个时间 这个 拉长 那么你可以 前几个月 我刚才讲了 可以采取 非全日的方式 或者 还有一种方式 以前的话 我有个企业 做什么呢 做培训 不是 做电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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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做电销呢 他这个 人员流行很大 结果呢 有一个员工 刚上班 一个星期 结果早上去上班 就叫车给撞了 那肯定 硬定工商啊 跑不了啊 单位也没交保险 但是这单位 找我时候 就很冤 说 我们新员工 上来两个星期啊 只是搞培训 他没给单位 创造任何价值 只是培训 没有创造任何价值 你说 今天早上上班 叫车给撞了 这个怎么办 那我都没有办法 那你属于港前培训 港前培训 也验定劳动关系 那么如果 上班戏车撞了 验定工商 所以说呢 这个工商的验定 劳动关系 不是员工 给你 创造价值 作为前提 对吧 所以说工商的验定 是以劳动关系 建立为前提 后来 他说 哎呀 我怎么办 我说好办 那么你可以把 头两周 头两周 做为什么 做为培训 而且不要你 自己搞培训 你自己搞培训 一般是讲的是 港前培训 自己验定劳动关系的 你可以 你可以跟第三方 比如说一个培训学校 培训机构 签订 委赔协议 签订委赔协议 然后培训两周 那么可以给这些个学员单位支付补贴 都是可以的 对吧 两周之后 然后进行考核 合格了 入职 建立劳动关系 不合格 那就照片 那么也就是说 在这两周当中 双方没有建立劳动关系 而是建立怎么样 合作的培训关系 合格由第三方 可以签订一个三方的一个协议 类似我们学生定向培训的概念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是个学校 我是个企业 然后有一个绩效 中专 然后向社会招行一些个 比如说高中毕业的 可能没考上大学的 然后他们统一培训 培训两年 对吧 两年之后 然后到我起来 这两年的单位呢 还给一定的费用 对吧 那这两年期间 他们呢 也是按照有学籍的 对吧 要中捐啊 绩销啊 他们有学籍的 绩工类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双方建立三个 叫做定向委赔的关系 当然这个定向委赔的话 可以是一年两年 技术含量高的 也可以一个月 两个月 或者是两个星期 技术含量比较低的 这都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的话 一定有第三方参与 不能企业自己 培训 企业自己培训 往往会验定什么样 是企业的 叫港前培训 港前培训 还是验定什么样 劳动关系 好 下面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 就是 关于待遇的问题 刚才我们讲了 适用期间啊 这个一定要问题 这个很好理解 适用期是跟着 劳动合同的期限走 对吧 劳动合同多往时间 适用期多往时间 而且适用期是被包含于 劳动合同之内的一个期间 那么下面我们讲 适用期的工资怎么算 那么工资呢 好 签订合同工资五千 但是适用期间 给三千工资 行不行 也就是说 这个注意啊 我们后面有法律的规定 我看一下法条 这个劳动者在适用期间工资 不得低于本单位 先从岗位追赚工资80% 或合同约定工资80% 不得低追赚工资 这个一定要注意 为什么劳动合法出在这条 就是因为在零八案之前 好多这个期啊 骗员工 怎么骗呢 招聘海报 我招聘 我单位招聘高薪员工 月薪一万 结果呢 员工就来了 哎呦 这工资一万太高了 结果来之后 一发现呢 签协议时候 老板说了 月薪一万 是转正之后的 转正之前 就适用期 工资只有一千 半年转正 给你一万 现在一千 结果呢 这方员工入职之后 拼命干 干了半天 到适用期转正之后 全部和 全都不合格 怎么样 单位又招了一圈 拿高薪去引诱 怎么样 适用 其实这种情况 基本上是发生在零八年之前 很多 很多 但现在少了 为什么 现在 这员工少了 招聘不好招了 这个员工少招聘不好招了 现在基本上问题就浮现 所以当时突然规定 就是说 你合同约定工资 比如给一万 适用期不得低于八千 不得低于八千 但是这个注意啊 你看刚才我讲的啊 就是说 适用期啊 这个合同工资五千 适用期六个月 然后呢 每月三千 违法吗 注意啊 是转正五千 适用期三千块工资 违法吗 注意啊 不一定 答案呢 是不一定 为什么 注意 我们要仔细看一下 这个法条 这法条指的 劳动者在 适用期工资 不得低于 注意啊 不是直指 百分之八十的 合同约定工资 他还是不低于 本单位 相同岗位 最低档工资的 八十八十 他有两个八十八十 而且如果是换说 我招了一个强工 工资五千 适用期只给你三千 为什么给你三千 因为在我们单位 这个 你的相同岗位 最低档工资 比如强工 有五千 有八千的 但是也有四千 有三千 我是按照这个 相同岗位 最低档工资给你 所以说 在最低档工资 就是 三千 等你适用期过后之后 我可以给你五千 那么这种约定 是不违反法律规定的 这是可以的 可以的 这是一种操作方式 还有一种操作方式 就是 我自己给企业设计的 就是 转正之后 升职加薪 转正之后 升职加薪 这个 我有个朋友 在北京呢 搞那个 IT的 搞这个 IT的 他呢 招聘了一个 这个 叫什么 产品经理 产品经理 结果招完之后呢 招了好多 都不合格 后来他开到价 开到多少呢 开到了四万 一个月的月薪 但是呢 开到四万之后 老乱报名 四万产品经理 还是很高的 水平 还有一种水平的 后来呢 他一看呢 他说这样 试用期 我只能给你两万 你转正了 我才能给你四万 也就是说 你有那两把刷子 你就过来用机就干 没有两把刷子 你就别干 结果呢 那这种方式行不行 后来呢 我给他设一套东西 我说这样 你啊 就按照产品专员 这个岗位去招 你可以招两个岗位 一个是产品专员 工资两万 转正之后 这个两万五 然后呢 这个产品经理 工资四万 你可以 就是产品专员 两万五 这个产品经理呢 四万 那么你刚开始招聘的时候 招这个产品经理 来应聘的时候 你说 哎呦 看你的简历呀 没问题 但是现在 我只能按照 产品专员的 这个岗位 你先进来 你进来之后 你干两个月 如果这两个月 你干的不错 过两个月之后 我给你升职 加薪 工资 直接从两万 提到四万 职位 从产品专员 过度到 升职到产品经理 对吧 那也就是说 最后签订劳动 合同的时候 是产品专员 工资两万五 试用期给两万 那这种约定 是没问题的 当你试用期 过后之后 我觉得你能力不错 那我直接给你 提升为什么 产品经理 工资给你提到四万 这是可以的 所以说呢 在试用期 转正之后 到转正 经过 这个测试 合格之后 转正的时候 升职加薪 这就可以了 这就可以了 这是呢 我们讲的 这个 试用期的工资的问题 我看 大家在讨论区 好多问问题 同时 主要是关心 我们这个课 我先说一下 我们这个 我跟 志源 我们先开发了一个证书课程 这个呢 叫劳动关系管理师 这个证书课程 有我呢 有我呢 和王凤如 王老师 啊 共同给大家 开发了一套 这个课程 啊 那么 这个呢 这个 我们以前呢 跟志源的理论 合作了几期了 啊 这个应该有那么 四五期了 但是之前呢 用的是别的课件 啊 这次呢 我们因为 以前反馈的一些个 大部分反倒不错 但是有的时候觉得呢 这个 以前课程短 所以从呢 我跟啊 这个 王老师 共同开发了一个 二十八节课 啊 一共是七大模块 这个 每节模块的 四五个小的章节 一个章节呢 基本讲四十分钟 啊 讲四十分钟 大概是整整长度呢 二三十个小时 啊 相当于大学的一门课了 啊 那么这个课程呢 啊 这是我们最近啊 正在开发的一个课程 啊 这开发课程啊 呃 然后呢 这个 呃 这个证书将来有什么重啊 第一个 我愿意的话 给大家做背书 因为今天行都是瑞士 啊 瑞士 现在劳动争议 可以说是企业 对我们突弊端服务 一个迈不过去的坎 现在很多服务 都是要不开劳动争议 所以说呢 劳动 现在可以说是 企业的一个刚需 是企业的刚需 那么我们通过系统培训之后 给大家一个专业研财技能证书 那么给大家将来在招投标当中做背书 证明大家对劳动关系有一个系统的学习 啊 第二个的话呢 使大家掌握 系统掌握 从员工的入职到离职当中的这些风险点 啊 风险点 像这种情况下啊 就可以避免啊 在劳动关系当中 企业的话 这个我们瑞士可能 这个这个不能应对 啊 不能应对 那么这个证书呢 可以在中国管理啊 科学学会 培训中心的网站上的啊 可以查到啊 啊 然后这证书呢 有纲印啊 这个 这有有有有错啊 这个也是专业人才技能证书 啊 嗯 以前我们搞过几期还是效果还是不错的啊 还是不错的啊 大家反馈还是挺好的啊 那么这个价格呢 这个 原价他们是按到1799啊 这个现在呢 啊 报名啊 是799啊 只是两天 那只是两天啊 这个国家承认的证书 对啊 你这个问这些问题的话 可能你就不太了解啊 这个证书啊 现在国家现在证书有两类 一类呢 是资格证书 一类呢 是专业人才技能证书 它是两类啊 两类 资格证书 那么 比如说律师 对吧 现在什么 这个这个 医师啊 这个医生啊 包括麻醉师 包括建筑师 涉及到国家民生的 他叫准入资格 你考过之后 你像律师 你考过之后 你才考过司法 考过司法资格 你才能干律师 对吧 你考过这个医师 你才能给人 就就就 就开刀动手术 对吧 像这些都是准入资格 那么以前的话 大量几百个都是准入资格 但是这几年 从科项中 你讲过好多次了 我们国务院 现在正在清理 将来资格证书 越来越少 也有几 十几个 资格类的证书 包括什么建造师啊 像会计师 都没了 建造师啊 什么什么金融分析师啊 等等 很少了 但是将来大量取代什么 是专业人才技能证书 专业人才的技能证书 这个的话 大家上网是可以查到的 这以前啊 因为这个第一个 就是我们每天 播放一节课 然后呢 一共是28天 这个讲的主要内容呢 是 包括招聘入职 合同的管理 规章制度 其实我们律师来说 规章制度是主要的内容 因为我们给企业 做规章制度的整合 我记得08年 我刚刚搞的时候 那企业一拿 哪一挪 那个规章制度 因为老冬宛刚升校的时候 需要什么给改 那我们都是按照片去收费的 按照片收费的啊 然后公职休假 包括加班费 现在打的这个这个这个没有不打加班费的啊 并价医疗期工商啊 并价医疗期 那是很核心 我昨天我也讲 我们最近收了一个 我们一个顾问单位 处理12个员工 长期并号 这十几年了 那我们现在一个员工基本收了他4万块钱 12个员工收了这个48万 处理这12个员工的问题 然后呢 劳动活动解除 解除的话 四大类型 协商 过作性 飞过性 和裁员 那裁员现在也是很火爆的一个话题 我们现在基本一个裁员业务 应该收到5000 一个员工收5000 如果单位裁员100个员工的话 是收50万 基本你打个折的话 可以收到40万 入供模型设计跟入供模型 就劳动关系跟劳务关系 现在也是一个比较火的话题 你看刚才在群里头 大家都问 劳动关系跟劳务关系的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相对来比较复杂 比较复杂 为什么 别说别的行业 我告诉大家 就咱律师行业都没搞清楚 到底律师跟律师事务所之间 是劳动关系 还是非劳动关系 这问题没搞清楚 为什么呢 因为在零半年之前 律师事务所都不能 都不作为入供主体 所以它不存在 劳动关系 非劳动关系的问题 但是08年呢 明确规定了 律师事务所 要纳入到入供主体 它可以成为 劳动关系的入供主体 那么如果成为入供主体 那么律师跟律师事务所之间 是什么关系 如果是劳动关系 很麻烦的律所 为什么 因为 你想现在有的所 给律师提成 我自己找案子 然后我自己做 然后保险工资 都我自己的 对吧 然后呢 我达到90% 留所里10个点 然后呢 这个开点票 就完了 那律师 基本不挣律师的钱 对吧 如果这个律师在所里头 每年 比如挣了100万 那么如果 这个挣100万 一个月 讲说挣10万块钱 那么有一天 不干了 解除 或这不好干 单位 律所辞退他 不要他干了 那么如果打官司 如果他干了10年 那意味着 有20个月的赔偿金 那家伙大方 当然有三倍 盛情风景的问题 所以说呢 包括保险 对吧 我一月挣10万 我跟所说 我给我交一个最低 社保 那肯定起 律所违规的 但是如果一定行 劳动关系之后的话 那你要 律所给他补啊 你要是把工资给补了 好 然后那就麻烦了 对吧 所以说呢 现在上海有规定 上海怎么规定的 律师跟律师事所之间 如果双方是这个 存提成的 存提成的 基本上也不做班 这种是非劳动关系 如果呢 律师跟律师之间是 拿工资的 然后呢 有上下班时间 接受律师管理的 这个叫劳动关系 所以这个问题的话 在律师行业都是很复杂的 更何况其他的行业 最后呢 这个劳动关系 劳动关系 可以说是一个 融合的话题 我们现在给企业设计 好多都是这种 这种 这种很麻烦的 像这个的话 我回来再给大家 强继讲解 这个课啊 基本上大家报名的话呢 这个 有一个 一千块钱的优惠券 大家点一下 最终的是 七百九十九 这个考试是没有费用的 我看大家有没有 其他的费用 如果没过的话 再补考吧 最后可以免费 再复讯一下 因为这个班 我们到目前为止 已经开了五十七了 一七的话 得有几百名 我们的律师学员 其实这个的话 HR学的很多 因为志源 咱主要都是我们律师的学员朋友 其实我们自己啊 主要是对的企业 对的企业的HR HR学的很多 因为他学完之后 他可以跳槽 到大公司做员工 关系经理 这个 这个 用的很多 所以我们律师的话 主要是 其实律师的这种 动力更强 为什么 因为你学完之后呢 你就会马上带案子 或者是顾问单位 去招投标的话 你可以马上怎么样 介入进去 好 这是呢 我刚才讲的 适用期的工资 下面呢 我给大家讲解除 这个解除啊 我其实刚才已经讲过 讲过这个点 适用期的解除 相对来的话 还是比较困难 一般我们建议起啊 适用期啊 尽量协商解除 不是说表面上 不是说试着用 好多企业就说 试着用期他干的不行 我把它 把它弄走 你把它弄走了 他不告你就完了 他如果一旦告你 就很麻烦 我们接了一个案子 前年 17年 17年的6月30号 17年的6月30号 单位把这个适用期6个月的员工不合格给辞退了 结果呢 这个辞退员工就走了 也不找单位 这是17年的6月30号 生产 结果到了 17年的6月30号 结果到了18年的6月27号 把单位给告了 他只差 我们讲 劳动争议时效是一年 还三天就时效满了 他把单位给告了 为什么这个时候告 我告诉你 这个肯定有 后边高原指点他 为什么 因为比如说市中期 你把它辞退了 干了6个月你把它辞退了 6个月你辞退之后的话 他告单位 最多了 因为他不到6个月 最多要一个月的工资 作为赔偿金 那么他如果在一年的时候告 他要什么 第一个 他要单位非法辞退 他要恢复劳动关系 如果一旦要恢复劳动关系 他就要求单位给补 自解除之日 至恢复之时的工资 那这一年的工资可大复了 这一年的工资又大复了 一个月工资8000 这一年工资的话 因为解除之 17年的6月份解除的 然后呢 18年的6月份 他告的 那么17年到18年 一年的工资 他找单位要 找单位要 那这个东西就热烈 那这个可就大复了 这个大复了 所以呢 但是最后这个案子呢 我们后来发现 这些单位 为什么辞退他 他喜欢戴打卡 戴打卡 最后发现了 6月期间 30多次戴打卡 30多次戴打卡 而且迟到早退 后来呢 我们证据也齐 最后认定合法辞退 最后认定了合法辞退 最后他的这个没有得逞 但是像这种 是极个别能打赢的 大部分 基本适用期都是打不赢 如果一旦打不赢 企业就要承担 比较大的责任 所以说我们一般建议 还是怎么样 走协商 好 那么试用期的解除的 法律理由呢 39条 劳动则有限量之一 可以解除 第一个就是试用期 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 试用期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 那这个前提一定得有录用条件 对吧 而且试用期得有证据证明 所以说这个证据很关键 好 那么试用期解除除了被证明不符合条件之外 还有几点呢 第一个 严重违反中的违望制度 严重致制应 45B给代表重大损失 然后呢 这个 不是 这几条都是劳动合作法 39条 6种情况 大家回看一下 还有呢 还有呢 就是40条的 三种情况 医疗尽满 不能在你工作 情势变更 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协商 协商 所以这几条呢 我把这表给大家列出来 大家会参照一下 参照一下 看一下 下面一个呢 就是我刚才讲了 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不符合录用条件 企业要合理录用条件 且员工应可 这个一定要注意啊 在员工入职的时候 一定得叫员工签字 我单位 30条的录用条件 包括身体状况啊 包括工作要求啊 包括你自己 比如说没有什么 经纪限职啊 然后办社保啊 等等啊 像这些的话 录用条件必须得有 员工的签字缺业 在入职当天 这事都办完 然后呢 在试用期借满前 要得有证据 能够证明 他不符合录用条件 比如说我刚才打那个案子 对吧 他30天 带打卡 30天带打卡 那最后的话 我们证据都提 因为他这也是 摄像加指纹 最后发现 指纹和摄像的 颜对不上 最后 六个月 我们发现有 30多次 对吧 那么 第三一个 就是一定是在 试用期内接触 不能超过试用期 两个月试用期 本来很短 一定在一个半月的时候 决定不用他了 马上办手去 不能说 到 到 到 三月底 三月28号 29号 决定不用他了 然后叫他走 他不走 结果一晃 怎么样 最后四月份了 那就很麻烦 一定在试用期 同时在适用期内送达 不能超过适用期 超过适用期送达之后 那就不能以不符合用条件为要接触 说这四个要件 大家一定要注意 大家一定要注意 录用 录用条件 确函 这个录用条件 确函呢 包括几个方面 包括品德方面 包括录制手续的方面 身体状况 一般能列个二三十条 二三十条 那这个的话 一定要在入职时 叫员工签字确认 很关键 很关键 好 那么我看这个后边的 好多学员问这个 我们的证书 我再说一下 我再说一下 我们的这个证书呢 是 劳动关系管理师 这是我们跟志员 新开发的一个细意的课程 我这一个月没干别的 天天研究这个课程了 因为这个劳动关系 现在争计还是比较多 所以我们律师 如何更好的 给企业客户提供服务 那么第一个是一种学习 像我们跟志员合作好多课 但是这个的话呢 我们跟中国管理科学学会 又做了一个证书 叫劳动关系管理师的一个 这个专业技能的证书 那么这个班呢 以前我们已经做过了五六七了 效果还是很好的 很多学员反馈 第一个学到很多东西 第二个的话呢 确实在我们给企业 做法律服务当中 包括我们招投标的时候 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那么这个班呢 一共是30天 28天课 最后有两天的一个 就是要考试之前 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与辅导 然后呢 打卡包括社群 我们每天基本在社群 都会讨论 我们近期学习的 遇到一些问题 和我们在实践当中 代理案件当中 遇到的一些问题 然后呢 是线上同考 这个证书回来呢 就是给大家邮寄 邮寄到大家的这个地址 把照片回来 这个倒是提供给我们 倒是提供给我们 那么这个课程安排呢 一共是七大专题 这个是我这么多年总结后来了 然后每个专题呢 大概就有四个小的专题 我们一节课呢 大概就在四十分钟左右 一节课在四十分钟左右 基本上有二三十个小时 整体相当于一个大学的 一个一门课的学课 我估议你在咱上大学的时候 我估议劳动法那门课 你都学不了二十多小时 也就是一个学期 说完了两三个月的时间 一个星期 这个一个小时 我估议也有十个小时 我这个课基本录到二十个小时 二十多个小时 第二个的话呢 这个七节课 这七大专题 然后呢 二十八节课 主要是把我们从入职到离职 你看招聘入职 合同管理 包括调岗调薪 经常我讲 我们一般不建议解辞退员工 但是 伪计员工怎么处理 你只要把调岗调薪做好了就可以 因为岗位跟工资就有不可逆转型 不需要辞退 只要调岗薪做好了 所以说你把工资 换句说 怎么工资 比如一万工资 你给他降到五千 那么这个工资能不能降 其实法律 大概有七种模式可以降 包括最近那个司法点是 漠视调岗 漠视调岗 什么意思 一个月内 不出 一个月内 这个调岗 这个 不否定 就视为你同意 但是有个企业也跟员工玩烟的 我最近接到一个咨询的 一个员工呢 是在我们这个室内 这个在一家企业 是一家外资企业 结果呢 单位呢 你想干了二十多年了 不想用他了 不想乱怎么办呢 就跟他说 要不咱俩其商 这员工 你想四十来 说一个女同志 大家去哪儿 我不走 不如这样吧 我们开发区 那边成立个新工厂 你去那边给支持一下 其实他说 我也去不了 为什么 我这孩子小 我没法去 这天天孩子 这上学 这辅导作业 这马上就参加 这个终考高好了 那答备说这样吧 你就先去那三个月 行不行 对吧 你先去三个月 三个月之后 不行再回来 结果呢 这领导在家说 他就没办法了 行啊 我就救活三个月吧 就去了 结果干了半年了 再说要回来 领导又不要回来了 那边挂他了 那天天上下班 两个多好吃 对吧 他没办法了 后来找我来了 后来我说 单位叫你去那边 三个月 有没有什么 书面性的证据 他说没有 那我说你很麻烦 为什么 实际发生的岗位 合同内容的变更 一个月内不提议的 就视为你认可 对吧 说现在单位是跟你玩音的 那你怎么办 对吧 我只能支持 假不亏 要不你辞职 对吧 所以现在 像这种情况 我们单了 作为企业 也不能这样做 对吧 但是 法律规定 你要规定 你要规定好 对吧 调党 是可以的 所以说这个 接下来这个 第五节那天 我跟那个 王放中 王老师 碰着一个问题 调党 就第一个魔法 让调党 是一个 就是劳动和变更 调党调新 是一个重点 所以说 原来本来这 开筒这一章是四节 就是我们加了一些 给大家详细讲 这个调党调新的 操作的流程 然后 规章制度第二章 也是很关键 规章制度 这个主体 我上次去那个 山东 给一个国企培训 70多家子工资 上半员工 发现了 规章制度 是无效的 规章制度 为什么 集团公司 下边 70个子公司 下发规章制度 后来我下发完之后 我说 你这直接总公司 规章制度 下发到子公司 可以吗 他说可以啊 我说怎么有效 他说我们下发之后 文件写了 本规章制度 所有子公司 一类执行 我那你是一厢情愿的 总共母公司 跟子公司 是独立的版单位 你不能拿母公司 规章制度 在子公司执行 对吧 说完了 你两家 那所谓 对吧 你说我投资官司 全资母子公司 关系 但是法律当中的话 你是两个主体 你不能拿别的单位 的规章制度 处罚这个单位的员工 所以最后导致 这个极章公司 归章制度是不孝的 所以说这个 归章制度 主体的问题 这个 内容很 问题很大 公司休假 加班费是个重点 加班费 现在员工打官司 没有不打加班费的 但是加班费 主要是员工工资结构的问题 这是王峰 王老师的强项 把工资结构 如何进行拆分 如何进行拆分 并价医疗期工伤 这也是今天 这个昨天 我给大家讲工伤了 讲了一下 医疗期是一个难点 解除 然后 任务门设计等等 一用七大模块 每个模块 有四个小节 每个小节 现在都是很关键的点 那么我把这个东西 给大家进行一个 高度的提炼 那我就说 那如果跟我学的一个月 基本上从入职到立职 是可以掌握基本框 我说你都明白了 你要说学的一个月的话 都明白了 那我这实际就白干了 但是基本总体框架的思路 我会给你清极明确告诉你 后边经过你不断的实践 基本上就能上单 基本上就能上单 好 这也是啊 我们这个企业的敲门钻 现在这个企业你说 这个 在乘战务很多 现在我觉得企业呀 就两方面的法律问题了 第一方是内部法律纠纷 第二方是外部法律纠纷 内部法律纠纷就是员工的问题 外部的纠纷就是 在乘战务的问题 现在这两块业务特别多 特别啊 去年底的时候 这两块业务特别多 大家一定要学好了啊 这个这个员工关系啊 员工关系啊 然后我们给大家进行一个总结和交流啊 同时大家呢 也可以相互验识一下啊 相互验识一下 基本上我们 呃 一个群里头大概就二三百个学员 一二百个学员都是有的啊 好 这是呢 我们啊 这个 讲的这个啊 这个这个 这个课程啊 我看还有 群里头呢 也给大家进行交流啊 这个 平时就是大家付费的 有大家问我的话 有时候大家问问题的话 这个 我们贵阳有个律师啊 做了一个 也是一个商事公司的一个 一个 招投标啊 他问我一些法律问题啊 包括公共设计等等啊 最后呢 咨询几天 最后他给我转过红包啊 不算红包转账 啊 给我转过一万块钱 哈哈 啊 后来我说退回去了 算了啊 都是我们啊 讲的所运营中心的 啊 这个 所以说大家这个这个 嗯 平常交流啊 这个还是挺难得的啊 大家多沟通啊 多交几个我们的朋友啊 没问题啊 好啊 这是 这是 这个 这个 培训呢 基本上这个证书呢 是 一千七百九十九啊 今天的最后一天啊 我们昨天推了一下 今天推了一下啊 这个七百九十九啊 然后大家呢 最后呢 点一个优惠码啊 点一个优惠码啊 这证书发放主体的话是 啊 这个 中国管理科学学会 中国管理科学学会 这个上网可以查的啊 这个 国家相关事业机构啊 事业单位 考试难度应该不大啊 主要大家跟着学就可以了 啊 主要跟着学就可以了 这正书大家上网这个网站啊 就是中国管理科学学会培训中心的网站啊 大家可以上网看一下啊 就是说其实这个课我告诉大家啊 就是即便不是这个课即便不是这个政府管我的培训啊 基本上就是你要 如果这个一般像这种 现在互联网嘛 这个这个大家可能对于这个平台的编辑成本很低啊 一个人听的一百人听和一千人听基本成本都是一样的啊 所以它价格压得低啊 价格压得低啊 但是我这像我们的课的话 基本没有证书的话也得卖五六百块钱 那也得没有卖证书也得卖五六百块钱 对这个799就是所有的费用 799就是所有的费用 请大家看看针对今天的课程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除了这个报班啊 这报班的话 大家有什么问题啊 可以这个 只有律师啊 这个律师跟HR都是可以报的啊 我们因为在我们支援这个平台 主要都是律师 其实我们 企业的这个我们基本现在也是报了十几期了啊 我们到去年 去年七八月份开始啊 基本一个月有一两期啊 到现在也有十几期了啊 就是企业的会员我们有十几期了啊 因为可以报的啊 这个这个可以的 考试的话 等这个学完之后 28天之后 回来给大家复习一下啊 复习完之后 考试啊 刚才我没说啊 这母公司的归当制度如何适用于子公司 第一个你得把名字改过来 对吧 某某集团某某公司底下 第一把名字改过来 第二个要经过子公司的民主程序 第三一个要进行公示 这个我回来在第二章 我会给大家详细讲这个啊 就是归当制度的四个生效要件 主体 内容合法 民主程序 公示啊 最主要是四个啊 内容合法 加主体啊 你主体那就是 主体不行就没办法了啊 内容合法 民主程序 公示性 执行性 像这种我们在天津以前做的话 十几年前就就老多大公司大官司败诉的啊 很多后来就是因为这个总公司的归当制度在子公 母公司的归当制度在子公司职业执行这是不行的啊 这是不行的 他都觉得说白了 这个母公司是老子对吧 子公司儿子对吧 我的制度在底下执行没问题 那别忘了 那从法律当中的话 那是两个主体啊 你不能拿别的归当制度约束本单 约束这个这个 自己单位的员工 那是无效的 那是无效的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以前有个乳和豆浆 这个 然后辞退一个我们天津的一个店长 这店长的话呢 当时呢 这个 哎呀 这个法律 这个店长不好干活 单位给他数次警告 寄过他自己写检查 然后证据做的特别实 后来他找我的时候 他说我单位辞退了 我说你你为什么 他说完之后 我说你肯定败错 你这个这个 你证据对方都有了 单位都有了 你肯定你没法打 说不行啊 我干了十几年了 这个单位制度 我的一笔钱没有拿行件 我准备打 我给你打的话 我们律师费也很高 我们当时律师费收了两万块钱 我律师费的话 第一个你你你你打可以啊 这个这个不保养 后来呢 那我打试试吧 哎 结果那天开庭的时候呢 我们律师有有事创庭的 没去没去 我看我去吧 我一般很早开庭了 我去吧 那天我去了 结果对方在举证当中 啊 为什么 指引他流程证据 他写的检讨 然后呢 这个这个这个 改进方案什么 都签字了 都证明他有没归 最后结果单位呢 念那个 一道归当制度 哪条哪条 他这一念 我旁边我这一看 母公司的归当制度 啊 都念完之后的话 我说行 你举证 你你拿不来我看一下吧 拿来看 我都没打开 我又看那瓶 他是北京某某公司 那就是融合的豆浆 北京什么集团公司 那我你你现在辞退 我天津那个店呢 天津那个店是独立的法单位 你不能拿别的单位的员工 辞退我这单位的员工 对吧 他说我们是一个集团公司 我们我说你集团公司只是你投资关系 从法律上讲你是两个反单位 对吧 最后法官一件事 法官一件事的问题就问他 你这个天津门店有没有归当制度 那小门店说买了十几个员工 拿我归当制度去 对吧 最后都没有 都没有 他拿出物色 我说那个你不能入 对吧 内容我都看都没看 最后导致拿这个减漏 最后判了二十几万 就是这员工还挺高兴 咱又减个漏 这个就是因为最后公司制度的问题 其实我告诉你 要是单位 我告诉你辞退你是一点毛病没有的 你犯的错 单位应该辞退 这个报名 大家这个报名 就是点这个 点这个1799 然后再点这个 这个1000块钱的优惠券 就可以了 代岗工资 进入平均工资吗 进入 代岗工资如果低于最低工资80% 经济旁进入 按照最低工资走 新手 实习律师 适合听吗 基本我觉得可以的 因为新的实习律师 包括你转正之后 刚开始你就干点劳动纠纷 对吧 其他的无辟购也轮不到你 大的行善也轮不到你 劳动争议基本风险还是小 风险还是小 标的不大嘛 对吧 你即便弄错了 将来也不太大的问题 最后呢 这个学习劳动法还是可以的 这个我方当时为银行行长 我发现银行的案例特别多 最近好多银行找我们 这个 这个现在 我告诉大家 这劳动纠纷呢 不管大公司 小公司 昨天我们跟我们一个事后 还讲的问题 劳动纠纷 大到国企 外体 集团公司 小到 我们我们最小的单位 我告诉大家 专项法律服务 这代表四个员工 四个员工 是一个美籍华人 在我们当地开了一家外资企业 四个员工 后来呢 他讲了 他说我四个员工 我要做一套归当制度 员工手车 哎呀 我四个员工还做吗 他说我后面要招到一百多员工 我那你赶紧做吧 赶紧做吧 说这个 就几个员工 包括几百上千 几十万集中公司都需要 你看他这个啊 我方当时为银行行长 因面临退休公司 给其下发文件 免去行长职务 保留行长待遇 在其第一次调岗后 开了两个月的原行长工待遇 因为单位岗位进行双选 单位对 又对我方当时进行了岗位变更 并开始降薪 并称因为超过一个月为提议 视为同意 香港降薪 请问老师 就这样啊 这个如果公司下发了文件 这个 免去行 因为他面临退休嘛 对吧 这保留行长待遇 我觉得必须按这个执行 后边呢 这个免去行长职务啊 是开两个月 单位又进行岗位双选 我觉得这是不行的啊 我这个 我估计他是从员工角度 还是从企业角度啊 这个彩虹 你是从员工角度 你还是从企业角度啊 这个你要从员工角度 还是有利的啊 但是从企业角度的话 我不知道当时 你已经下发文件了 免去行长职务 行长的大遇保留 那这种情况 你过两月给他调党 我觉得这是不行的 你过两月要调兴 我觉得这是不行的啊 劳派遣 突发脑出血 找劳派遣公司 工商吗 这个 脑出血这块是这样的 如果是48号之内死亡的 推定工商 这个印定工商 就找派遣公司 如果是48号之内没事啊 没去世 后边住了三天宴五天院 这个一般不能印定工商啊 因为脑出血 这是 这是病 它不是伤 这一定要注意 这个证书是邮寄的啊 大家看一下 证书的样子呢 样子就是这样子啊 然后呢 给大家进行邮寄 有刚印啊 大家回来把照片 照片好像是是是寄过 还是电子版的照片啊 有照片啊 然后有钢印 然后有二维码 大家可以上网去查啊 有网址啊 可以上网查 呃 归章制度有模板吧 这个模板 归章制度的模板 关键看什么 那一般的话 我们有很多套啊 但是我不知道 你需要什么模板啊 这个我们一般还是 轻易帮给企业模板啊 啊 啊我们对对对 这个这个大家买完课之后的话 在群里答疑不收费的 哈哈 啊 这个教材讲义就是PPT啊 大家回来给大家就是PPT啊 然后回来给大家进行辅导啊 讲课当中辅导啊 呃材料呢 这个后来呢 我们也有一个 我们自己编了一个 这个行业报告 就是各行业劳动争议 这是17年18年当时我们做的一个啊 如果大家开发几个行业 还是可以的啊 什么旅游行业啊 什么房产经营公司的 酒店行业的啊 这个大家如果需要的报告的话 可以扫这个二维码啊 找我的助理啊 我助理回来 把那个四大行业的报告给大家啊 对 这个归章制度必须合法转化为 分子公 分公司还无所谓 分公司不用转化 主要是子公司比较转化啊 这个企业严肃不多 没有设置工会 这个民主程序需要全体职工同意吗 对如果你严肃不多呀 嗯 要全体职工 但是你一定要注意啊 你看你说的问题啊 这个 民分方 你这个问题就不对 你这个不理解啊 民主程序 它不是所有的员工都同意 你回来看一下 劳动方法第四条的规定 那将来我们要着重讲那点 民主程序是指你争取大家的意见 大家都反对 你的规章制度也能生效 明白吗 所以说大家注意啊 民主程序不是怎么样都同意 而是经过征求意见的过程 可以看一下劳动方法第四条 这个我们回来在第二档 在这个我们正出班的第二大专题当中 这个详细讲 这个民主程序 四个啊 这个表现形式呢 也不是说每个人签字开大会 这个过不去 我告诉大家啊 这个过不去啊 这两天的课件包含在购买的课程里吧 这个这两天课件呢 这两天是我们一个推广课 很简单啊 只是其中一部分啊 一部分啊 就是不太近 这两天课件基本上不是太全面 当时我们那个系列课程 是我们很全面的啊 这一个专题给大家 就在一个专题讲 讲40分钟啊 讲40分钟 你看试用期 今天主要讲试用期嘛 你看这个张荣讲啊 企业遭受非学生类的学徒 如何处理 注意啊 什么学徒的 什么实习的 现在都没有这概念了 啊 所谓学徒 你20天前你有学徒 啊 现在没有学徒这概念了 就是劳动关系 啊 如果是学生 跟单位签订三方协议 这个不是劳动关系 啊 除此之外 啊 这个学徒就是劳动关系 这个课程 注意啊 课程的购买在我们的讨论区啊 然后有优惠码 大家一定要点啊 优惠码 如果需要这个我们刚才那个报告啊 你可以点这个我的PPT的啊 这个你要点去购买的话呢 就原价了 啊 你你就是在在我们讨论区有这个优惠码啊 公司没买社保 只买了商业险 员工出现工商 发生一年后 公司只赔了商业险 能走银损 要求公司赔偿吗 注意啊 你这个银损 和工商的申请都是一年 你如果超过一年就完了 工商基本上 昨天有同事也问那问题 就单位糊弄他 超过一年了就完了 你过时效了 啊 你过时效了 这个员工认为违法解除 申请仲裁所要補养金 仲裁审理后认为合法解除 但应支付金融金 仲裁委能直接裁决给付金融金吗 这有价裁的 这有价裁的 但是一般情况下呢 都劝员工去变更 这个仲裁请求 三种情况都有 一种叫你变更 第二个直接裁进房金 第三个驳回 这三种情况 我们实际都遇到 都遇到过 这个确实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准 最近老多这个仲裁员给我打电话 老问我问题 这个这证书回来 我觉得他们仲裁员也买一个 因为老多好多 因为我在全国各地讲课比较多 然后这个各地区 印识老多仲裁员 审理劳动争议案件 基本不太明白 有时候都问我 开营是应该是距离到下礼拜 应该是最近 马上就要开 四月底之前吧 今天都四月 四月中旬了 四月中旬 一级商产 医疗期终止能 一级商产 医疗期终结能终止劳动争吗 肯定不行的 一级商产是退出工作岗位 保留劳动关系 一直到退休 可以下个月学吗 这个课回来反复能听吧 这个课给反复听 空白协议员工欠字了 这个确实没办法 你空白协议员工欠字了 这个东西打官司拿过来之后的话 肯定对员工不利的 我们实际上这种 公司法务有没有必要 其实我们法务也很多 现在我们给企业做法律顾问 发现法务可能对商事合同 包括知识产权比较疏 但是劳动纠纷不太疏 这个对我们 我觉得劳动关系 对我们律师跟法务 都是需要补的一刻 都是需要补的一刻 总共和互议员工之处 可以是分公司 因为分公司从法律定义来过的话 应该是公司的一个部门 对吧 讲工商 讲读乡之间 我们我看看工商 大概几两节课吧 工商讲两节课 我们一般讲工商 刚才同时问工商讲读乡之间 在我们这个中书班里头 工商讲两个 两节课 一节课四十分钟 两节课大概一个半小时 基本能够讲明白吧 课程应该是马上开始 是下礼拜还是下海礼拜 反正四月份应该开始 然后呢 学完之后 就可以考试了 单位员工患抑郁症已经一年多了 不来上班 现在单位上词语他有什么办法 这个欣欣向荣 主要是你得看你的医疗期过没过 你得算他医疗期 但是这种精神类疾病的话 一般延长到24个月 24个月之后 一个延长医疗期 一般30个月 你像上海很明确 我不知道你这个心想 你是哪个地方 主要是你要算准医疗期 过了医疗期 这个他没有什么劳动能力 就可以解除 个人出资购买大货车运营 挂靠在运输公司 车主自己雇用的司机下车吃饭 回来途中车祸死亡 家属向挂靠公司主张公王 能否验定 这个没准验定 这个没准验定 就是这种大货车挂靠的 这挂靠公司啊 有极大风险 这个案子我们处理过 但是我们那个没创死 创成重伤 双腿截肢 四级伤残 双腿截肢 四级伤残 这个的话基本上挂靠单位 是跑不掉的 挂靠单位是跑不掉的 当时那挂靠公司找我的时候说 哎呀王律师我们一个月就收过几十块钱的挂靠费 现在俩腿没了 你说我们得赔多少钱 能不能那次给你两个律师费帮我打赢 那我说够呛我这个打不赢 别挂靠这些东西的话 就是风险极大 提前规范 如果没规范的话 很麻烦 这个证书 专业人才技能证书 应该是部分等级的吧 因为它不是资格证 是专业人才技能证书 这个网上可以查的 网上可以备案的 如果没有经过民众程序 员工本人确认了解规章制度 可以吗 不可以 这白先生一定要注意 规章制度的有效要件 最起码三个 内容合法 民主程序跟公式性 即便公式的员工限制了 你没有走民主程序 将来有可能会打你这个 规章制度不效 所以大家好好 我们第三节课 第二大章节 四节课 一节课讲40分钟 着重讲解规章制度的 有效性的问题 你看民主程序 他又讲了两节课 民主制定程序 就是这个民主制定程序 怎么都挺复杂的 我弄那东西 我想要脑内疼 严损三年 是吧 这个 我很少做这个民事案件 这几年 基本十几年 没有做过其他案子 主要是做劳动物独分 工商的验定是一年 这个同事说 白色浪漫说严损是三年 我记得原来也是一年 是吧 后来是不是随着那个 这个 时效从两年变为三年 严损是不是也三年了 这个 确实 这个不太了解 公司就是 糊弄过时效了 来法源 这个确实 这个 大家需要 那个 这个 我们那几个 那个 行业报告 行业报告的话 当时可以加我助理的 那个 二维码 扫我助理二维码 回来 叫他把那个行业报告给大家 当时的一个报告 我们也是 律师也是做了很长时间了 员工 员工 离职一年后去仲裁与公司存在事实上的关系 要和骨脚社保 可以吗 这个 这个可以的 这个可以的 去仲裁不行 骨脚社保 大家一定要注意 骨脚社保 不能去仲裁 你只能去社保中心 但是过了一年 能不能补缴 注意啊 社保就分 他不属于劳务生意 仲裁法院都不管 他是一种行政 范畴 一种行政范畴 基本上 从底端讲是有实效的 实际没实效 因为我也给我们当地的劳动局 区域局市局做法律部问 前段人就有一个 社保追缴的问题 过了那有三四年了 还追回来了 所以这个的话 他就是 没有这个一年实现的概念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受伤超过一年的话 你这个 你这个是这样的 你工商应该签申请工商认定 他给你进行时效终端 然后呢 在工商认端中可能会给你驳回 或者是劳动关系不能确定情况下 你再打仲裁打劳动争议 那那个的话就不存在那个那个那个时效的问题了 不能签打劳动争议 应该签进工商认定再打劳动争议 这个作业啊 这个这个汪峰啊 约定了不定时工时 但没有审批 有效吗 这个是无效的啊 因为这个工时的这个这个这个不定时工时啊 这个标准工时啊 他这个这个是是是这个行政许可啊 行政许可 你没申请下来这是不行的啊 这个这个到时候回来这个买完课之后啊 如果大家最近忙没有听 当然就参加下一期啊 我们现在这个还挺多的啊 我们律师这个跟志员我们得搞了那种五六七了呗 我们企业得搞了十几期了啊 我们我们自己劳动发展所 我们自己培训企业得培训十几期了啊 但是这个律师好像培训五六七了吧 从去年的六七月份期半份开始搞啊 单位跟员工连续五年一直签一年的 固定期限合法吧 能不能要求双倍工资赔偿 是这样的啊 就是说第二第三次劳动活动应当签五五顶期限 但是呢从从18年开始之前第三份必须要签五五七不签就双倍工资 但是从18年开始各省是录取出台的一些规定啊 第三份合同如果员工签字了就视为你应可固定期限 但是第三份第四份都签一年到期单位也终止不了 因为什么他也是符合无固定期限的条件 所以说第三份第四份啊签了固定期限签了就签了 但是到期单位不能终止 到期不能终止 二十节一共是几个章节每章节啊 还是问那个证书是吧 呃这证书是七章 一章的话是四个小专题 一个小专题是四十分钟 啊一个小专题四十分钟 按小时算的话呢 四十乘以四十乘以二十八 四十分钟乘以二十八 整个人大家算多好事啊 不是二十节课啊 一共是二十八节课 二十八节课 一共是七大章节 一个章节四四节课啊 应该是这样的 嗯 啊之前啊之前买我那个一八年的课了是吧 嗯一八年的课是这样的啊 嗯 基本概念还是可以的 但是呢 就是有一些小的变化 就这两年 就是审判的一些的角度 你看我一六年一七年录的课啊 现在有时候我自己反过来 那我听一下嗯 你可以你可以深度的去理解啊 我讲课 因为我讲课都是以案例的方式 去去还原当时这种法律法规 但是呢 这两年审的案子发生了一些变化 比如举个简单例子啊 有几个点发生比较大的变化 嗯 比如说这个这个解除当中的劳动化四十条的第三款 啊 情势变更 情势变更 我们在一八年之前做的话 部门撤销 我们一般操作 把部门砍掉 砍掉之后 后边解除 基本上就作为情势变更 但是从一八年之后就不行了啊 这种方式做的太多了啊 后来呢 就不应可了啊 像搬迁啊 这也算啊 像那个部门撤销 这就不算了啊 所以他有变化 就是劳动增加案件 他 他随着这个 这个经济的变化 有变化 特别是今年 大家使劳动增加案件 我告诉大家 比较倾向于企业 比较倾向于企业 一八年那边 相当的经济还可以 那边好像比较倾向于员工 现在比较倾向于企业 把我解除 前段让我们做了个案子 我觉得单位肯定非法持统 最后打官司还打赢了 我也很诧异 因为这员工 去年去北京 去北京那个 就那个 去哪 就那个 就那个 就那农贸市场 批发农贸市场 正好 那个 那个 传染嘛 新冠吧 回来之后呢 感冒了 感冒了 被隔离了 最后单位按 旷工辞退 后来我觉得是不行 基本上现在 还是千为奇的 所以说大家注意 我讲课的特点是什么 我都是按案例 判例 最近带了案子 或我们就接受的案子 所以说呢 现在呢 我给大家讲 比如今天讲课 就是我这两天的判例 那18年讲课 可能之前的判例 但是他都是一脉相承的 如果你要是17年 18年 那这 这个很 认真的把我的课 听过来了 你现在再听我课的话 就可以 一脉相通下来 单位一年没有给员工 缴收保 一年后单位去补缴 收保中心给补吗 应该给补的 一年我敢说肯定没问题 时间长的不行 因为这个各省市都有丰户 你看去年 你看去年我们天宁市出台的文件 到8月20 8月30号吧 就以前 个月 个月没交社保的 可以补 补20年 补30年 都有 补十几年的 因为我们处理一个案子 当时给补了30多万 20多年没交社保 连值大金在 怎么反正补了不讨钱 主要是社保当时没钱了 我感觉是 工商商产等级 今天社保支付 对 一级商产的话 社保基金支付 单位就不缴了 单位就不缴了 但是单位的话 要看有的单位给一定的福利 也有可能 很需要系统学习 对 大家如果想这个 证书是 我们讲 是很重要的形式奥价 但是我还是强调 内部 大家一定要 一个月的时间 我感觉说 一个月的时间 能够对你以后的职业规划 包括我们律师职业 给企业做服务 有很好的帮助 你用辛苦的一个月时间 好好验诊学习一下 这个回来 大家购买完之后 怎么建群 大家回来 直接扫一下 这个助教的二维码 大家付完款之后的话 回来 他们会给大家建个群 单位 后边那个刘律师 这个单位文件规定 职工购买的福利房 不满一定服期限 则需要退还 房屋 有职工未满服务期限离职 请问是劳动争议 还是合同纠纷 这是这样的 这个涉及到服务期 但是现在服务期的话 只有 现在涉及到服务期 只有培训 像这种福利分房的话 设定服务期应当是无效的 但是什么纠纷的话 我个认为的话 你还签 你这样 你签通过仲裁 一般他不立案 然后你再直接到法院就可以了 别到是因为这个流程的问题 再有什么瑕疵 好 我看大家基本上 问题都差不多了 问题都差不多了 行 那么最后 这个行 那基本今天就到这吧 这个我看问题 我给大家解答完了 这个最后也是 咱这次课有1000多 这这这 言确实不少 行 那咱就今天先到这吧 最后也是非常感谢 大家参与我们的活动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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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